刚才听完很简单的Polar Coordination的介绍 接着我们就会看两条Past Papers 看看Polar Coordination如何陷入其他Geometry 或者Coordination Geometry的Concept 就是有些不同类型的题目 先看看Example 2 就是2009年也很久之前的题目 一般的题目是一堆字 也表示你需要画一幅图 去了解这条题目是什么 比如说现在讲到有Polar Coordination System 当然也讲清楚不同的字眼 比如刚才讲到我们的Origin就不叫Origin 我们叫Po 另外有两点分别叫P和Q 有K123和24213 respectively 还有最重要的东西 原来我们就知道PQ的Distance PART A有一条EYA问题 我问你究竟是否right angle triangle 到最后就是一个perimeter 咦?由right angle变perimeter 大家会不会猜到 其实这条题目想问些什么呢? 如果这比我猜到 我会猜到是yes 那接着下去可能就是一个Pypigure theorem的题目 接着就找一个hypotenuse 接着就找了一个perimeter 先画一幅图 Polar Coordinate 需要有一个十字 0度 你会记得 mark for reference Pol 意思就是O 你当它Origin 就可以了 K123度 就会是123 你记得这里是90度 所以123度 未必somewhere 就在这个位置 就叫Point P 接着下去 K123 就是你自己决定 接着下去就有个Q Q 叫213 213 这里就是180度 所以213 可能是somewhere 在这里 这个叫Point Q 接着你就会问 那什么叫K 什么叫24 那就简单些 K 就是P 由P 去Origin 就是这个距离 即是说 你就会知道 这一场OP 就叫K 那如是 OQ 就会是24 但是123 213 是什么意思 当你在画幅图的时候 其实 Moralex 已经在画了 这个就要123度 再大一点 这个 就叫做213度 好了 接着就惨了 哇 这幅图这么花绿绿 你究竟怎么做呢 Pol Code 有个小小的Trick 就是 123 和213 我不会直接想它 因为 你看到在这里 红色的位置 就相当之 花了 所以 我们就会将213 和123 困成一些有用的东西 什么为之有用的东西 我们先花一点时间 剷掉那些 123 213 好了 有用的东西 就是说 Angle 就在里面 什么叫里面 你看到 opq 其实到最后 是一个三角形 如果你把pq 拼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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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在它之后 pq 刚才说了是25 那就抹到25 Angle 就在里面 才有用的 所以这个红色的Angle 如果你找到的话 就最好了 那怎么找呢 你看到 刚才说的 这个就是123度 大一点这个 就叫做213度 那你想一下 那红色的Angle 怎么找呢 那答案呢 就是 那我就会这样做 一开始的时候 就把213 就减了123度 先按一按 你会发现90度 哇 这个就是说 其实就 很关 这个叫做 Perfect Theorem 好了 那这个90度 咦 那我做完了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的答案 就是Triangle opq It's Right Angle Triangle 那所以呢 你见到呢 这条题目呢 答案就很简单的 但是呢 也需要你花点时间去画图 以及去理解 究竟213和123 如何转化成一些有用的答案 或者有用的information 好了 那接着去呢 Parameter 就如我刚才所料 好了 因为呢 你现在变成了这个 一个Right Angle Triangle 一个Right Angle Triangle 那所以呢 Perfect Theorem 就大派用场了 那 K² 24² 就等于25² 那由于这条题目是fine 那所以那些Reason Perfect Theorem 可以全部skip了去的 好了 那接着呢 按按机后呢 那你会见到呢 K就会等于7 那所以呢 到最后呢 都挺经典的Pole Coordination 题目啦 好了 接着下去呢 我们呢 就看一条困难些呢 就是Example 7 好了 那我有多困难呢 就看一看 好了 题目一样啦 相当之简单 那呢 就会是 一句话啦 那今次呢 就不用Pole O 那但是呢 就给了3点你呢 分别是ABC 那有了Coordination 好了 那接着呢 Part A呢 先介绍呢 就是O呢 就是Pole 那接着下去呢 就问你了 什么叫Collinia 好了 Collinia 如果你不记得的话呢 那你记住呢 其实呢 它就是说 on the same Street 9 那样的意思 好了 那又是一条EYA 题目啦 那接着下去呢 我们呢 就 想一想 咦 刚才呢 我们试过呢 原来把angle 减一减呢 就可以方便我们去 啊 可能找到那些90度 就可以有Right Angle Triangle 那所以呢 你就很自然想啦 157 247 和337 会不会有些90度 出来 那结果是方便我们计算呢 那所以呢 你可以先用Calculator 按一下 先按一下 比如247 到-157 这个答案呢 这个答案呢 就会是90度 正 那你发觉有用了 那同时间呢 你发觉 337度 减2 4 7度呢 又是90度 正 那就是说呢 其实这条题目呢 可能说的是两个Right Angle Triangle 甚至呢 如果你聪明一点点呢 咦 它说的是关于直线的哦 那接着呢 anyway 那我们接着下去呢 就看看呢 即是画一画图先啦 究竟这条题目呢 这条题目呢 会是什么样子呢 又是呢 就画个大十字架先啦 那呢 就算是画大一点的 那方便呢 你看清楚的图了 那接着下去呢 就A呢 就是13157 那如果你需要Reference的话呢 你记得这个是0度啦 90度啦 那157度的话呢 那就是说呢 就去到左上个位置啦 那所以呢 就画了个A先 这个叫Point A 好啦 那13呢 就可以标下去的 那157呢 那我就Hold住先啦 那由于呢 刚才呢 我们呢 就算了247 和157之间呢 就90度 那所以Point B呢 应该呢 就会是90度之后再画 那那什么意思呢 Point B的14呢 就是247 那因为刚才呢 就算了90度 那所以呢 就是Point B应该呢 就 somewhere在这里 那就是14 那刚才你所计的247-157呢 其实呢 就说这里是一个直角来的 那等一下再看看有没有用啦 那 那同样情况呢 就会出现了Point C Point C呢 今次是15337 那你计到337-247又是90度 那就是说呢 another 90度之后呢 就去到Point C 那这个Distance就是15 那这里呢 刚才你计到呢 就是Rough work啦 你计到这个90度来的 好了 那接着呢 那大题目呢 就不是问你90度啦 那它其实在问你呢 是不是Colinear 那有Point C和Point A 那所以呢 那这个计算上呢 就跟我们刚才计的Rough work 就有少少不同了 那方式呢 应该就会是呢 就是你把C 就是337度呢 就准备Point A 那就是157度 那这个呢 180度来的 180度是说什么呢 其实说这里呢 就是180度的意思 那接着呢 那就是Colinear的意思啦 那所以呢 那你就可以说呢 就AOC啦 Soudia呢 Colinear啦 好 Technical problem 我们等一等先啦 OK Colinear呢 好了 那就完成了啦 好了 第二部分呢 就问你呢 Find the area of triangle ABC 那由于呢 他今次说三角形的关系呢 那很自然地呢 你就要将呢 就AB连起啦 BC连起啦 因为呢 你需要一个直角 三角形 那刚才说了呢 这里呢 就是180度来的 那180度本身呢 就告诉你呢 就AOC呢 一条水直线 不是水直线 一条直线 那所以呢 你可以当它是一个base 好了 那接着来来呢 欠缺的东西呢 就是啊 你现在有个base 这个base呢 你见到呢 就是AC 那就28啦 那所以呢 你就欠了个高 那现在呢 90度呢 就有用了 那你要prove 90度呢 就是用回247度呢 就减回157度 那就是90度 那你就可以说呢 那所以呢 OB呢 就Pernicular to AC 那呢 就是说呢 OB就是Height 那有Height 那你可以计Area 那Area呢 就会等于呢 那Base呢 就是1315啦 好了 跟着另外呢 那Height就是OB 就是14 好了 那跟着下去呢 你可以按按机呢 就拿回答案 那呢 就会是这个呢 196 那呢 就没有Unit 你可以写Square Units 就行 或者简单点呢 你Square Units 应该都OK的 对 吧